6.5万平方米的焊装车间内,不见众人热火朝天的生产情况,而是由500余台机器人,完成所有总乘焊接,搬运作业。 这是中国最大SUV生产基地的生产场景。 日前,记者在河北宝定市长城汽车徐水分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,各类机械手臂不知疲倦的精确操作,高空传送带在不间断地运输着各种部件。 该焊装车间是目前全行业中唯一达到百分之百自动化率的车间。 焊装车间由机器人完成所有焊接拼接,然后还有自动的搬运,同时采用空中运输等方式,已经实现了机器人的百分之百自动化。 重压车间已建设完成四条全自动化生产线,均采用整线权封闭式生产模式,在保证面品质量的情况下, 可有效降低噪音,同时也能确保人员作业安全,其商量采用机械臂商量模式,具备自动清洗及涂油功能, 确保质件清洁度,智能制造已融入到生产的各个环节。 涂装车间是由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涂胶作业,喷涂作业,已经实现了关键工序的百分之百自动化。 该园区内的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示范区,是目前国内最大,综合水平最高的汽车试验场, 是国内第一个覆盖5G网络的城市道路场景封闭测试区。 5G覆盖是实现智慧驾驶的基础,整体网络实验保持在6毫秒以内,仅为4G的十分之一。 在车联网领域,长城汽车正在构建开放的技术创新平台,共同推动5G、物联网、自动驾驶、车联网等关键技术的研发,助力智慧交通产业生态融合发展。 目前,我们正在同美国、印度共同研发智慧驾驶技术。 后期,我们将继续系统性研发升级产品,持续推出L4、L5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,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驾驶体验。